呦 十一帝回来了 怎么样 这趟出行感觉如何呀 一般般吧 怎么着 我这离开才几天啊 二公子就想我了 是啊 不过 你没有跟五王子住在一块吧 怎么可能 当然没有了 殿下身份这么尊贵 怎么可能跟我住在一起啊 没错 我们只是睡在一起 大家都是男人嘛 这没什么 上课了 上课了 都回去坐好吧 上课了 你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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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古异的 看来我猜得没错 他应该在我之前便知道韩石仪的身份 這麼說 武皇子喜歡的並不是男人 而是韓十一 十一弟呀 你不在這幾天我都快無聊死了 要不今晚 走一個 可以呀 正好本世子也想姑娘了 是吧 那今晚我們就 今晚恐怕是不行 我怕是有事 不如我們改天再 上次長一一事害你落水 我早就想跟你道歉了 正好今晚 西街來了幾個昔日美女 她們表演的幻叔神乎其神 所以我才想帶上我們十一弟 一塊去瞧瞧嘛 好啊 那晚上 姐姐見了 剛才不是還說有事嗎 小問題 我來解決 那今晚 不見不散 不想表哥這裡有客人 倒是打擾了 這類是 民女褲氏 殿下的表妹呀 我送來西晋的特產給表哥嘗嘗 這水果 京城裡買不到 給我就行了 你先下去吧 我還有事 以後這種事情讓下人來做就行了 我必自己過來 是 好吃 宋水果都捨不得 地位果然不一樣 好 還不看書去 知道了 休什麼休 你今天 和王仲玉聊了些什麼 你先去看 對了 他今兒個 約我去看西域幻術 說是神乎其神 特別好看 答應了嗎 答應了 我跟你說啊 我早就想去看那個西域幻術了 一直都沒機會 今兒個這麼好的機會 我怎麼能錯過呢 殿下 我今兒個 得早點走啊 你說你一個姑娘家家的 和男子 行為那麼親密 還約會去看戲 成何體的 噓 殿下 這事吧 你怪不得我呀 你說我這身份 只有你知道 那王仲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對外人而言 我還是一個頑固子弟 該有的風流 不能上 殿下 你要是真的擔心 王仲發現我的身份的話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啊 沒興趣 是你自己不去的啊 怪不得我 殿下 這個 千兒也不早了 我就先走了啊 再見